平安的七月天 请问是 大家平安 平安 七月天到了 人家说这是鬼月 请问你见到鬼了吗 没有 但是你知道我们心里大家都有鬼 你知道吗 你知道吗 心里有鬼 垃圾鬼 爱吃鬼 躺在床上不起来的爱睡鬼 生命大我喜多 外面的鬼不可怕 最可怕的鬼躲在哪里 在我们的心里 你是一个圣人 你也可能是一个非常糟糕的人 跟外面的鬼一点没有关系 跟谁有关系 跟自己的心有关系 所以今天我们来抓一点自己心里的鬼 好 好 OK 鬼月到了 什么时候他们把鬼放出来 7月1号 7月1号 7月1号是 已经过去的几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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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经关起来的吗 关起来的几天 那我们来拍一拍 当外面都在恐惧 这个不平安的鬼月的时候 今天我跟大家来看 基督徒怎么看这个问题 有鬼的地方 那我们来拍一拍 有鬼 他这个心里就恐慌起来 就会喊叫 有鬼 OK 这是一个必然的事情 亚洲教育他的学生说 你们先走 你们先走 因为有那么多的人在我身边 他的重人要听耶稣讲道 那 勇集在耶稣身边 又说你们先到床上去休息 等我把重人都散了之后 然后我再去会见你们 所以他把一些重人都散走了 他自己一个人跑到山上去 做什么 祷告 所以本土们在湖里面 事实上那是一个湖 不是一个海 加利利海物 加利利湖 那是一个湖才对 所以 学生们在湖里面划着船 从这一边要划到那一边去 结果 到了四更天 你知道什么叫做四更天 四更天是几点钟 凌晨三点钟的时候 凌晨三点钟大家在睡觉 只有一两个人在那里划床 其他人都在睡觉 有没有太阳门灯 没有太阳门灯 没有 没有太阳门灯 没有 没有太阳门灯 什么都没有 只有微量的现光 突然 有人在睡觉 有人在那里划船 水面上突然飘了一个 没有太阳门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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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划船的那几个人 有鬼 他们发起来的时候 大家都焦慌起来 那些睡觉的赶快爬起来 你可以想像那个时间 是他们怕鬼还是鬼怕他们 有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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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果鬼就跑了 还好 那一个像是鬼的耶稣出生了 是我 不要怕 信仰上告诉我们说 各位 在你人生的理徒当中 很多时候你就像 那一 那一 脚在 土里面 在海里面行走的那一条船 不知什么时候 不然会来大风 你的人生不会是很顺利的 你的人生一定会遇到许多 普遍起来的不足夷灾难 突然打击到你 突然冲击到你的家 整个你会慌张起来 外面的人说是你 你家有独到的事情 因为你家有安全的所谓 你家有害怕 就在自己走 请问你要不要相信这一辈的话 有人一直会引导你往那一边去 因为你一旦心里有鬼了之后 你就会恐慌 恐慌你就会想去抓 你就会想到处去求拜 去寻求一些大师的解围 因为你心里面太恐慌 无助了 但是在这里 在这里 文徒们在恐慌当中 那里面的声音说 是我们 不要怕 是不是 那个出生的是谁 耶稣 当你的生命当中 我们在不管什么样的一个遭遇 你真的遇到了恐慌的时候 你心里是鬼 还是 耶稣 假如你心里有耶稣的话 你在平静下来 耶稣告诉你说 是我 你遇到的是我 各位 在你人生的十字路口 想要不断的解释你自己 你心里有主吗 你心里有主 耶稣基督的平安跟爱吗 爱使人能够平静下来 爱使人有安全感 耶稣基督说我是爱 我是上帝要给你的礼物 OK 所以 当你遇到耶稣的时候 当你在十字路口 遇到耶稣的时候 你的心里会平静 有一种稳定感 然后耶稣邀请你来吧 OK 要怕 是我 OK 这里有一个大师 今天是礼拜天 我请你来脸受一下佛教的大师的几句话 好吗 看他 这位近空大法师 他是佛教目前非常重要的一个人物 有听过他演讲的请亲手一下 有吗 他真的是目前佛教界非常重要的一个标的 我们来看看他怎么说 佛 这位德国 有神 之间的关系 好的 性为、道義、功德 应该有那个法律 我们讲的是性性 太重要了 人有坚定性性 自性性 佛法 精神的自性性 我有一点在美国 有了基督教会的帐篷 研究宗教 设计基督教跟我们建筑众很接近 从哪里看信心 基督教要信上帝 你们要信阿弥陀佛 这不是不一样 那什么不一样 佛教的信心 佛教是信自己 基督教才信我 信佛 你看 贡益大师弥陀金教节 讲信念信 他信讲了六个 第一个信自己 你不相信自己信佛 能够佛功成吗 佛教相信我自己是佛 我自己是佛 佛才能帮助你和你不信 只信帮助你称佛 你自己不相信的人 没有办法 各种理由 你们投影信信上帝 我们投影信自己 而第二个信信佛 信佛 信他 我们投影信心 正当信心 是佛 信心 什么 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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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修學功能全就一輩子 我們就停在這裡 這位進攻大師教導我們的事 他說基督教跟佛教共同點 在強調的一定要有什麼 信心 但是最大不同的點在哪裡 信心要信誰 基督徒說你要信上 佛教徒說你要信誰 信自己 這是最大的部分 他點出了這個點 他說你要信自己 假如你自己連自己都沒有自信 你不信你自己 你如何修煉讓自己成為什麼 佛 所以佛教的佛法是幫助你 人啊 經過一段的修煉的過程 你可能變成佛 所以佛是人變的對不對 佛就是人變的啊 佛教說幾道文革 六道文革 所以 你過的 那是最壞的 你過的 最壞的那個 叫做佛道 人呢 在第四道 所以 人在過去就是菩薩 菩薩在過去就是 佛 所以努力啊 人啊 你要趕快修煉啊 你要不斷的說 阿彌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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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還有請龍革 阿彌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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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斷的 唸這個法號 你會 他會幫助你 不斷的那個生命往上提升 因為你已經是人道了 再過去就是菩薩道 再過去就是佛道 但是 佛假如沒有繼續 練阿彌陀佛 佛假如沒有繼續修煉 佛假如又去踏了 那個 一隻那個螞蟻 打了一隻蚊子 那個佛又會怎麼樣 有一種佛道又掉下來 又會掉下來 佛又會掉到 OK 所以他們的生命是一個 如你偉大 基督徒 你能不能變成上帝 你能夠藉著信仰 討道修煉 然後你變成上帝嗎 有啦 你知道有一個人 他會變成上帝了 你知道是誰 講公啊 台灣有好幾座講公的廟啊 他已經變成神啊 知道台灣有很多講公廟你知道嗎 真的台灣有好多座講公廟啊 但是在學校的那些講公都被拆走了 神不可能變成神 但是現在還有人在造神 你知道在哪裡 北韓 金正恩 他就是全國作為他的神 這是在 這是在一個明星的世界 我們跟他的最大的不同是 神造人 人是被造 人不可能變成神 就像螞蟻 螞蟻能不能變成神 不可能這一個大洪空 所以 人啊 我們是軟弱的 你能夠靠你自己嗎 我告訴你 當你自己 晚上睡 睡覺睡不好的時候 你隔了兩 你三個禮拜 睡不好覺 你就自己自己 很無能 要做什麼事情 都自己 沒有辦法阻擋 你的生命遇到了一個很大的 撞擊 之後整個家庭都不變了 你就知道你自己是不可靠的 所以他們在講 你要自信 你要信你自己 NO 自己是無能力的 OK 那這是 這是他說的 OK 再切換回來 謝謝 OK 你如何要面對自己 一個 沒有我的 佛教徒一定要把我一直放到那個最中間的位置 基督徒一定要把那個我一直要把他 挪開 中間 就只有神而已 這是一個基督徒跟佛教徒非常不一樣的地方 在七夜的時候 或者在平常的時候 為什麼基督徒不怕鬼 你知道嗎 這個世界上有沒有鬼 有鬼 真的有鬼 而且有很多人在搞鬼 但是 基督徒不管是人搞的鬼 還是真實的鬼 我們都不怕 因為我們心裡有誰 因為我們心裡有神 我們心裡有神 今天這樣一步 欸七夜齁 你也不可以 你也不可以咬火山 你也不可以賣卡門 你也不可以最近 不在這裡 你也不可以 什麼你都不能做 但是基督徒請你樣樣做 在神的愛裡面 只要神與你同在 只要在你的生命裡面 神與你同在 神與你同行 你有神在你 你是神的惡靈 我告訴你 你樣樣都可做 你什麼都不怕 不是因為 你那麼偉大 而是因為 你的心裡有誰 神與你同在 所以你心裡有一個 相對 的鬼 鬼魂一看到你 他就不怕 請問鬼是在 黑暗裡面出現 還是在光明裡面出現 黑暗 為什麼鬼都喜歡住在黑暗裡面 為什麼只有在黑暗的時候 他才能活動 因為鬼會見光事 對 鬼很下光 就像那個 你如果去到山下路 你把那個石頭一搬開 石頭底下都會有什麼東西 這些彈花 昆蟲 都在那裡 當你把它 搬開的時候 陽光一炸 所有的昆蟲都跑掉 因為他們怕光 我們的信仰告訴我們 神就是光 所以你成為上帝的耳裡之後 你就成為光明之子 你已經走進這一條路了 神的光遇到你的一生 所以 你就不用怕 你知道這寫的唱歌嗎 你知道這在宗教的藝覽上這是做什麼的嗎 這是人家整個唱歌 你知道嗎 是要怎麼他們這只一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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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抹得 油油油 抹得油油油 整個月了 鬼爬不上去了 但是有一群人 但是有一群人 他們要證明說我們比鬼還厲害 所以現在就在比賽看 神能夠爬上去把上面那個拿下來 所以總是有人可以爬上去 他們證明說我們比鬼還厲害 鬼爬不上去的我們爬上去了 大人都在唱歌 所以這件事要唱歌 旁邊就有很多拜拜 那個拜拜完了之後 所有的人都來搶 搶什麼 唱歌 過去這種東西都沒有人敢嘛 你知道現在廟裡這個拜 7月份拜完之後 不到30秒鐘通通搶瓜 十幾年前20年前沒有人敢吃 人家拜過鬼的東西 現在的台灣 拜完之後廟裡說可以拿 30秒鐘之內所有的通通搶瓜 你知道為什麼嗎 經濟不景氣 從這個都在看到社會的一個現象 所以過日人家這次都過日不好 得得到死 現在都不怕 你的法國要 我前幾天我到 你信了耶穌死之後 你都不怕 在愛中享受天安的期待天 OK 好 歡迎因為今天事件的關係 我不多說 OK 基督徒 基督徒 我們有一天 只要你心裡有神 只要你真的成為上帝人 而你 只要你成為永福 這一個信仰家庭的一份子 將來 你有一天 這個做題 結束了 請記住 你不是要到 地區 你要到哪裡去 你有一個家 你要到哪裡去 天家 永福是一個地上的家 未來我們肉體結束了 你還有那個生命還會繼續延續 你的生命就是那個靈魂 他 聖影會把你帶到天上的家去 所以 基督徒有這樣的一個明亮的信仰 耶穌徒不斷的告訴我們說我就是門 我就是那一條門 我就是那一條路 我就是那一個門 你們跟隨我走 我要帶著你們走 你們跟隨我的 但是你每一個人身上要有一個實價 上帝給你們每一個人 生命裡頭有一個責任有一個實價 你把你的責任把你的實價安好 天天跟著我走 的意思是 請你每一個人在你的職務上 在你的身份上 你做好你的職份 那個職份就是你的實價 扮演你的角色 那個角色就是你 今天上帝給你的那個實價 跟神的關係維繫好 我跟神的關係維繫好 天天跟著基督的腳步走 基督會把我們帶到上帝那裡去 所以我們有一天還是要面對這個造生命的主 我們信仰在不斷的告訴你說你是軟弱的 你是無能的 你不可以一生只有靠你自己很危險 因為 曾醫師很厲害 我們帶了有許多人當中有的事情都去找他 有一天他爬山爬山爬山 他就叫他去那裡搓一下 我搓一下 腳就撞到 他就是 不能到現在 但是 他回復的那個速度 真的也是一種奇蹟 我告訴你是 不能完全靠你自己 能靠你拔步啊 昨天我主持了一個問題 聖經告訴我們 人要 人要離開他的父母 人要離開父母 基督的信仰要告訴你說 你長大了 你要離開你的父母 因為父母也是不可靠的 因為父母也會摔老的 但是現在有許多年政府 都稱為 靠八族 靠八一族 我告訴你 誰都不能靠 我們感謝所有身邊的關係的人 他們幫助我們 陪伴我們 支持我們 愛我們 我們要感激他們 我們要回歸 但是知道有一天 真的我們要 在上帝面前 我們還有一個 這一些力量都會過去 有一天我們需要 我們永遠沒有要靠那個 造生命的主 所以我們跟他的關係要維持好 OK 這個都不能到你 OK 基督徒有一個非常 非常大的禮物 是主耶穌基督 上帝的兒子主耶穌基督 要送給我們 當他從司令復活之後 他再次來到 恐慌的門口的面前 他們很怕 猶太人對他們的攻擊 又把他們抓去 就像抓他們的主耶穌一樣 抓去定時槳 所以他們很恐慌 他們都把門關起來 鎖起來 想不到 復活的主耶穌 他變得面亮 他沒有這個弱體 他變成永活的體 他突然穿過那個圍牆 然後 到了他們當中 對他們說一句話 什麼話 願你平安 願你們平安 今天我們基督徒當我們見面的時候 我們第一句話要說什麼 早安是嗎 我們說的是什麼 平安 平安 事實上當我們每一次跟人 伸出手來 說平安的時候 我們就在 傳遞耶穌這一句話 晚歷平安 我祝福你一個平安 雖然事實上有苦難 但是我要祝福你平安 不管有今天 昨天 去年 發生什麼事情 因為你心裡有平安之後 你心裡這個平安 然後他會帶領你重建你 讓你有勇氣繼續走下去 基督徒不是一個求 在祷告的時候 不是一個求 那個 逃避災惡 我們不是在 恳求 那個 阿彌陀佛 利虧 不然我們要做的事情 而是基督徒的信仰是 讓我們有能力 有信心 有勇氣 然後堅定我們的腳步 一步一步向前走 成為一個得勝有餘的人 得勝有餘的人 那你這個家 因為這個 是平安的 與你同在 他給你的就是愛 愛跟平安 是每一個人的需要 所以成為基督徒之後 你最重要的是 我們要愛你 我們要把這個平安 分享給你 因為我們已經從 你主耶穌基督那裡 你領受了 我心裡有平安 我要把它分享給你 我領受的愛 我要把這一份愛 分享給你 所以剛剛我們說 我們要送愛到非洲 我們願意不斷的把這個愛 愛不能只填有在我們身上 不斷的走出去 所以你有需要 你有不平安 我們願意陪伴你 我願意陪伴你 結果我們現在跟你旁邊的人說 願意平安 我願意陪伴你 好嗎 我願意陪伴你 我願意陪伴你的力量 我願意陪伴你 我願意陪伴你的力量 我願意陪伴你 所以你不會孤單 不要只有看到 眼督 你知道跟他說這一句話 不要看到 那個 你看起來舒服的 才跟他說這一句話 劉醫師 我願意陪伴你 你看他只有對你 我願意陪伴你 他對我們這些病人 他都不理不才 我願意陪伴你 我願意陪伴你 所以這樣的平安 是要給每一個人 在耶穌基督裡 在上帝的家 都沒有分彼此 我們打破了許多的 社會上的隔離 這個叫做我們的愛 就是叫做我們的信 願意陪伴你跟我 我們一起來享受 我們天安的七月天 好嗎 好 我們一起來操伴 天父上帝阿 謝謝 真的 在我們 走進這個教會的時候 我們很感激 我們已經感受了你的愛子 耶穌基督在石架上 給我們的那一份光 每一次走到這個附近 仰頭一看 看到永福教會的石架 我們就想到 上帝阿 你那麼愛我們 在耶穌基督裡 展現了一個 耶穌被掛在那裡 祂用祂的保血洗進我們的罪 祂用祂的保血拉進了我們 跟神的關係 祂赦免了我們的罪之後 我們轉過頭來 我們要赦免其他 我們中間的人的罪 許多人對我們 傷害了我們 許多人在我們生命當中 留下許多的傷人 但是就像耶穌赦免我們 我們也要原諒祂 讓我們心裡成為一個沒有重擔 沒有華麗的人 主啊謝謝你 願聖靈繼續來引導我們 帶領我們 因為有聖靈同在的地方就有自由 讓我們享受那一份自由的喜樂 我願意把這一群人交在你的手裡 讓我們每一個人在你面前說 上帝啊謝謝你 我願意在耶穌基督的名下 宣告你就是我的上帝 除了你以外我給你所 給你對象 感謝你 把這樣的每一個天 每一個月 每一年都示給我們 因為我們的連日在你面前都享受你的平安和喜樂 感恩的心永遠與我們同贊 奉利是基督的名 Amen 尊敬讓平安和喜樂 安靜讓平安如我心 天 righteousness 聖靈讓平安不信 乾為它 我不害怕 我仍然要敬拜 祢陪我走向祢去世主 从满盼望 我一生要敬拜 生命万有祢的一灵气 我不害怕 我仍然要敬拜 祢陪我走向祢去世主 从满盼望 我一生要敬拜 生命万有祢的一灵气 生命万有祢的一灵气 пож生命万有祢的一灵气